在上一集中 射手分别利用五六冲和八一式 射击一百米外的五个啤酒瓶 五六冲打中四个 八一式却只打中两个 结果查出参加测试的八一式步枪 由于之前射弹量较大 超出了枪支的使用寿命而影响了精度 因此射手又从枪库取了一支八一式步枪 回到靶场重新测试 第一发命中目标 第二发 第三发 第四发全部打中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九瓶 八一式自动步枪 能否继续保持精准呢 完美 八一式自动步枪打中了全部九瓶 顺利通过测试 在这次五六式与八一式的比拼中 两支枪都表现出了非凡的准确性 可是这次的对决似乎并没有分出手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进行一次极限挑战呢 如果在啤酒瓶上放子弹壳 分别用五六冲和八一式在一百米外射击 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这一次射击可谓是对射手和枪支的极限挑战 一百米外的子弹壳 几乎是肉眼无法观察的目标 这样的射击 更多的是依靠射手的感觉和枪支极其稳定的性能 前两发落空之后 第三发终于命中 两发命中 五六冲结束了这场极限挑战 八一式简直太厉害了 第一发就精准无比 接下来便是八一式的绝妙表演 在这种超乎想象的对决中 八一式更胜一筹 八一式自动步枪采用了活塞短形成的自动方式 这是目前国际上先进自动步枪普遍采用的 它最大的好处可以说是其中了两方面的优点 就在于能够平衡可靠性和射击精度 在经过紧张的研制后 八一式达到了军方提出的精度高可靠性强的战术指标 并很快迎来了实战 在实战中 装备了八一式自动步枪的中国步兵 火力密度得到了大幅提高 即便是与当时国际上普遍装备的苏制阿卡47 和美制的M16相遇也丝毫不落下风 某次战斗中 中国军队用两支八一式交替封锁敌军的一个地宝枪眼 使其始终无法开火 整个八一枪竹呢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在弹打光之后 它有个空窗挂机 就再换一个新弹夹 需要我们再次拉动枪机 它才可以再复位 所以说这影响了我们这个持续设计的能力 但是换弹夹 可能这个速度要快一些 我们在设计过程中 如果感觉这个弹夹还剩一两发弹之后 从弹袋里取出死弹夹卡 弹夹卡水 使空弹夹拖落 换上满弹夹之后 我们就可以保持继续设计的状态 从1981年装备中国军队起 八一式自动步枪 就广受中国军人的信赖和好评 直至十四年后的1995年 当新式自动步枪列装之后 甚至还有传闻说 较之最新式自动步枪 士兵更喜欢的 仍然是老式的八一式自动步枪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日本是当时世界上较早在步枪上 采用6.5毫米小口径子弹的国家 日军采用的三八式步枪 是当时世界上步枪精度相当高的一种步枪 1941年 山西南部的中条山 十万手持三八式步枪的日军 大举进攻中国守军 当时中国守军兵力虽然超过18万 但在长达一个月的战斗后 中日军队的七十比一的战损比震惊了整个世界 据战后统计 中国军队战死近五万人 而日军仅仅战死不到七百人 中条山一战 后来被蒋介石称为抗战史上的耻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战场上 中国军队使用的7.62毫米步枪弹 虽然威力大于日军的6.5口径弹药 但往往两军的战损比相差极其悬殊 根据统计 中国军人往往战死七人 才能消灭一个日军 这其中日军三八式步枪超远距离的杀伤和高精准度 使日军战见了先机 美国也是世界上较早开始 对小口径弹药步枪进行研究的国家 并逐步确立了以5.56毫米口径子弹 为中心的步枪体系 紧随美国之后 世界上其他主要军事强国 也开始了对小口径步枪的研究和设计 直到今天 世界主要军事强国使用的自动步枪 都以小口径步枪为主 小口径步枪的最大优势 是在保证步枪火力强劲的前提下 可以增加单兵的携弹量 进而增强步枪的作战能力 1971年3月 中国明确了研制一种新型小口径弹药和步枪系统的规划 最终认定 新式步枪应采取5.8毫米口径